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 刚开始在美国的时候 我还很喜欢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我变得不太喜欢美国 我很想念中国 这件事发生在我在读大学本科大二的时候 后来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想办法再回去中国 后来等我转学到宾州州立大学的时候 我就申请了留学项目 因为我刚开始读的是社区大学 然后我在读大四的时候 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各自留学了一个学期 我在新加坡项目完成之后 我去了中国旅游 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在想 以后我还要再回来 所以后来我又回到了中国 我回到了上海 读硕士 读的是对话汉语教学 好 刘叔叔 我打断你一下 因为刚才我想让你介绍一些简单的我介绍 但是我觉得你讲了非常多的细节 我非常高兴 因为很多问题都是我待会儿要一个个来问你的 那么我们先慢慢来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关于 你刚才说到你的个人经历 你是随父母一起移民到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读了本科 然后在宾州州立读了一会儿 然后又到了香港和新加坡去游学或者是交流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想到了 你说了你是喜欢中国 想要回到中国 那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有那么迫弃的想法想要回到中国 你能再具体说一说吗 是因为你觉得在美国上课的时候 语言有问题 或者是还是说其他的方面呢 我觉得不是语言的问题 我每次看书的时候 或者看到电视的时候 我会特别怀念中国 但是我怀念的并不是我的家乡 我觉得当时我在想 中国它已经 我已经离开中国很多年了 当时其实我已经离开中国五年了 我就在想 中国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很想回去看一下 因为在美国 美国人他对我们也很热情 可是那是不一样的热情和中国的人情不一样 OK 这就是每个地方的风俗是不一样的 你说到一个人情啊 或者是一个带人之道 可能欧洲是欧洲的带人之道 美国是美国的带人之道 然后中国又有为人处事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 所以你对这方面 你觉得 你想来中国看一看中国的一些 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还有饮食 我很怀念中国菜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以前是经营中国餐馆 可是我们吃到的不是正宗的中国菜 我还有一点是我到了美国之后 我的气候不适应 我常常皮肤干燥 嗓子疼 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OK 那当然了 你刚刚提到你回到中国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志向 有像我前一期采访一位中国的学生 他就到美国 他觉得美国还不错 他在美国生活了五六年了 他在美国读那个博士 然后你那现在是在中国读 你觉得中国还不错 食物啊什么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你体验过美国的教育 美国有那个 你在宾州州立嘛 也算是美国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大学 那么你在中国也很多年了 你在中国读了术 读了博 那我想问你的是 你这两个国家 你对教育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或者是你最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在美国 比如说我在美国读的本科 我的作业很多很多 我记得我读大学 就是我那个 从一开始 我每天 不是每天 我每个星期 或者每两个星期 我最少要提教一篇论文 尤其在英文课上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学 我们都会有作业 我们还要做演讲 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我发现在中国 学生的压力比较小 因为他一个学期只教一个作业 还有老师教学方式 因为在美国 老师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多讲话 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老师一直在讲 还有在美国 老师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干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明天要学什么 这个学期你会学到什么 可是这个在中国 我没有看到过 所以有点失望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个待会我是下一个问题了 这里我想再跟你总结一下 你就是说美国 我们大家来美国之前 很多中国人都说 美国的大学是宽禁 延出 就是说你进大学比较容易 有些大学入取率都50%以上 那么但是你要毕业就难了 因为他的作业很难 作业很多 然后考试有点难 那么如果你达不到他一定分数 有些人甚至要读五六年才能本科毕业 对吧 不是说所有人都毕业 像中国那么95%以上的人都四年毕业了 所以美国的大学是偏难的 毕业 但是中国呢 因为你体验的是研究生的教育 特别研究生的教育 那么在中国可能你说的是对的 他那个作业反而没有了 或者是一个学期只要交一个作业 这我觉得非常形象 那我还有五个问题 就是刚才顺着你的一个观点 我就想问你 你来中国之前谈到过 你来中国之前啊 你幻想的 憧憬的 中国的美好生活 可能是美好的食物 很好的天气 更加热情的人 或者比如啊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来了中国了 或者是学习上更好 或者现在你来了中国了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学习 你和之前的反差有吗 或者是你跟之前的一些 你觉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 你刚才提到一点了 你说老师上课方法好像对你来说 你觉得跟之前是预想的不太一样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或者这个教学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分享一下 有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读大学 不是 读硕士的时候还好 因为有什么活动 老师都会带着我们 虽然我们就是留学生跟中国同学是分开上课的 我们没有感到很大的距离 但是到了读博阶段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的导师他有活动 他都不会带着留学生 他们只带着中国同学做调查 参加活动 就比如说今天在中国是元宵节 我们的导师只带着中国同学去 没有带着留学生同学去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因为留学生他在异乡 他没有家人 那老师是不是要更加的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是 那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导师的相处 你之前在美国应该没有相处过导师吧 你在美国有相处过 mentor 或者是导师吗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是 advisor 那你现在在中国有导师 你刚才提到 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留同学他是民俗学 民俗学对于元宵节来说 肯定是一个民俗的一个大日子了 所以导师肯定会带同学出去做项目 或者是调演或者是玩 随便了 但是他居然不带那个 我想问问一下 你对中国导师的相处你有什么见解吗 你觉得跟导师要怎么样好好地相处 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跟导师相处好 我觉得导师和学生之间相处 他不仅仅就是应该常常有学术上的交流 也应该有生活 包括尤其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 虽然我是华人 可是我毕竟我之前也跟中国社会脱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就是也要帮助我们最好的相处 就是说我们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学习 有什么困难大家要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常常就是找不到我的导师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导师的时候 还是在去年郁达变的时候 12月份 我就去门口守着他 等着他见我20分钟 因为我给他发信息 他一直不回我 然后导师好像只想帮助那些常常去参加活动的中国同学 我想问一下 打断一下 那个导师有几个外国留学生啊 他一个人带几个学生 他有三个外国留学生 还有多少个中国学生呢 中国学生好像是有四五个吧 首先他一个人带七八个同学 那简直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分配体力的 第二个 他对你 那三个外国学生都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对你还是对你比较特殊 还是说对那三个学生都一样 都是不太理睬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那我觉得那就是中国这方面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有些导师可能他觉得跟你们交流 或者怎么样 他跟中国人交流更顺 这是我的猜测啊 他可能跟他们时间更多 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电视观众带来的就是 美国的导师啊 他对自己所带的学生 他一定是倾注他很多经历的 他不可能像这样 就是说我跟你就间二十分钟 我都选得多 他肯定是 因为这个学生是他自己选的 他选这个是OK 美国学校才把这个学生招进来 那么刘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 可能刘素你之前你跟那个导师申请的时候你跟他认识吗 我不认识他 对 那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申请的时候你是向学校层面申请 那导师并不认识你 而导师等于是学校把很多学生 分配给一些导师 那么对导师来说 肯定他觉得这个学生就是 而且他一个人带了很多 也忙不过来 他可能会把侧重点放在某些地方 所以他就 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问刘素的就是 除了导师这方面的相处之道 那你跟同学呢 你觉得中国同学跟外国同学 因为你很复杂 我觉得你很矛盾 你之前又是个中国人 但是你在美国之后又有身份论统上 你肯定是个美国人 对吧 将近十年 现在呢 你又回到了中国 又有中国文化 你跟中国人 他们对你是用一种外国人的眼神看着你 那么从你这样复杂的这么多的经历 请你来谈一谈 你现在跟中国同学的相处之道是怎么样 你觉得跟他们怎么样合得来吗 中国同学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很奇怪 比如说他们一旦知道我是华人之后 他们就要找我练习英文 但是我很难 因为我在中国 我有坚持的工作 然后他们就不理我了 可是有两个同学 他现在很好 因为我后来告诉他 我说我不是不想陪你们 可是我真的很忙 后来他们也理解了 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相处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饭 然后我有问题也会请教他们 说句心里话 其实在中国 我很少跟中国同学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圈子 然后我基本上是跟留学生同学在一起 不过我现在在中国 我交到了很多中国的真正的朋友 可是他们不是学校里的 他们都是在工作的人 我知道 就是说你在实习的方面还结交到了一些朋友 反而在校园里呢 因为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中国很多学校 包括大部分学校 他们的留学生和中国人 互相区隔的比较大 甚至有些科目是专为留学生设的 有些班级里全部都是留学生 那很少有中国人 那这样一来 比如说对外汉语 比如说类似的那些 有些专业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让留学生很难跟中国人同学接触到 那就是刚才刘肃同学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很难跟中国人接触到 对吧 还有呢 刚才我刘肃刚提到一个教学方法 我觉得中国老师很喜欢从头讲到尾 而美国的老师 刚才刘肃提到 更多的是激发同学来讲 每当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美国老师会说 那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 让同学讲 然后他在旁边再做补充和comment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这个教育学思路的差异 也是跟两个国家 两个文化之间的教育传统不一样的 一个是来自于古希腊 古希腊就是这样的 就让学生激发你的思维 让你讲 我们老师只是去引导你 或者是激励你 而我们中国可能就是说我们老师来教育你 或者是让你灌输你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这两方面的教育哲学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这个扯远了 我们把它收回来 刚才我们刘肃也谈到了一些在中国的学术 跟导师的相处 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让刘肃也谈一谈民俗学 因为很早的机会 采访到民俗学专业的也不容易 我想让刘肃聊一聊 什么是民俗学呢 你为什么要选民俗学 民俗学这个定义 现在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争议 因为不同的人 学者 他对民俗学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 我更加同意 以前的研究者 民俗学 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 比如说我们有春节 那民俗学的角度就是说 春节 什么是春节 春节背后有哪些仪式 这些仪式代表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学民俗学呢 其实这个专业不是我自己选的 是我硕士的一位老师 他告诉我可以去读这个专业 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文化 后来我发现 我选的这个专业还真的没错 因为学了这个专业之后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学习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 所以他 我听上去有点包罗万象 包括文化 包括一些民俗 民间的一个习俗 包括肯定也要学一些语言方面的 因为文化肯定是跟语言有关嘛 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个博士 现在读下来 你觉得难不难呢 然后你们的毕业标准是什么呢 我来问一下 中国的博士 我觉得对留学生来说不难 我们要给他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那个中期考核 那我们就是要读30本书 然后 不是30本 那个就是最基本的是那个30本 然后我们要写那个读书报告 然后呢 就是平常参加一些讲座 然后毕业之前一定要发表两篇论文 这些论文是没有那个要求一定是要核心期刊什么的 那听上去好像跟理工科比起来 是稍微不是那么严格 我记得有些国内高校的理工科 是要发有影响因子什么 加权 因子要10以上 或者是几篇核心期刊发表的文是这样的 而这个专业人并没有这个要求 因为核心期刊是指的是中国同学 OK 是不一样的 留学生和中国同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不一样也是很有意思 那是因为导师觉得是你个例呢 还是说整体留学生都是这样 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就不要 是你的导师 是这个样子 还是所有的导师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 但是华师大是这样的 OK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我就觉得 因为毕竟毕业标准是导师定的 那么他这样给你们设定的这个标准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我们也是个非常 我觉得值得我们以后去探究的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民俗学毕业之后 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你那个 我不知道这个专业 因为我不了解民俗学 那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其实这个博士我可以说 也许我这个是白读的 也不能说白读 因为我当时去读这个博士 主要是因为我想留在上海 因为我读了一年之后 我在上海有了很好的兼职工作 就是我教外国人汉语 我从一位学生教到后来 就是一个星期有十位以上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要在上海积累经验 因为我可以回到美国 可是我在美国我永远教的都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汉语 这不是我想要的 它没有挑战性 那在上海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位学生 他是纽约大学的那个社会的教授 他的水平是中高级 那我去辅导他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以后我的发展很有可能是 我依然会从事我的汉语教学 因为我很喜欢 所以我在想我要怎么样以后 我才能留在中国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去教汉语 其实会比中国同学教得好 可能吧 因为你说的是一个个体 你有一个同学跟你这样说 但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可能都是这样 但是从你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你反映了那个人对你的一个诉说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之前提到你在美国也工作过 你在美国工作的一小段时间也是教汉语吗 不是我在美国做过几份不同的工作 我18岁开始工作 我做过服务员 然后我做过那个会计师的实习生 我做过小学老师的助教 还有我在美国做过那个office assistant的义工 还有一个是我在美国 对我在美国辅导过中文 然后我在美国实习的这个汉语教学 所以就是说你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本科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是很常见的情况 所以你那个时候可能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而现在呢因为我听出来了 就是说上海或者中国给了你一个更高的平台 可以让你接触到更高的工作上面 这个汉语教授汉语领域的更高层次的客户 或者是你的潜在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会更好 然后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 因为像我们很多人到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 他们想的是将来也是留在欧洲或美国发展 我对你来说呢你觉得你要回到中国在上海 留在上海发展 我觉得是你一个目标之一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好 那么我们的最后的一题 我刚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刘肃同学 现在身处在他的寝室中 而这个寝室呢虽然是博士升级一人一间 但大家也看到这个条件实在是很小啊 一个床一个写字台啊 当然他的写字台后面是很多书对吧 把书站住了很多地方 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看上去真的 这个生活这个条件并不是像美国的宿舍这么的 看上去这么豪华 因为你知道美国大学的宿舍都很棒的啊 那我想问刘肃了 讲到宿舍问题 那我就讲到你的奖学金啊 因为宿舍也是cover在奖学金里面的 对吧 然后我就想问 你之前在中国是申请过两 我听你说我是两份奖学金 你能谈来这两份奖学金分别是什么奖学金吗 硕士的奖学金是孔子学院的 博士的奖学金现在是中国政府的 中国政府奖学金 那么这两个奖学金有什么区别呢 为啥一个叫孔子学院一个叫中国政府啊 因为孔子学院的奖学金它的项目是那个对外汉里教学的 它传播和推广的是中国文化 所以那个叫孔子学院 那中国政府奖学金它也有推广这个中国文化的意思 可是它的人群不一样 我不知道 因为你可能你自己也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么中国政府奖学金你说的人群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是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学科更多元一点 而孔子学院只是汉语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说都是 对对对硕士的孔子学院奖学金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说它只针对汉语这个学科一大类的 而中国政府奖是所有的学科 嗯 是这个样子 那你当初申请孔子学院奖的时候 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机会的呢 你从哪里听说的呢 哦 我是在那个宾州州立读大学的时候 我的一位那个中文的教授 他告诉我的因为我实习 我在辅导的时候 他是我的导师 然后他就因为他告诉我 我可以申请 而且他知道我很喜欢中国 所以他就告诉我 我可以去申请 好 那你从一个你在美国的一个中文教授 得到了这个信息 那你申请的时候 你要经过一些什么准备呢 还是说是在美国申请吗 还是网上申请 其实我是在中国的时候申请的 我去上海之前 我先去了江西师范大学 进修了一个学期的现代代中文文化课 然后再去上海读硕士等 所以你是在江西师范的时候 在学校里申请了小学金 对 申请这个小学金的时候 就是需要美国导师的推荐信 还有我们的那个transcript 还有要通过我们学院的面试 还有汉语水平无级的考试 那对你来说离开中国十年之后 再来考那个汉语水平考试 你觉得是太简单 还是你觉得还挺难的呢 我觉得太简单了 是你觉得太简单了对吧 因为他这个对于你来说是美国人 所以他一视同仁 他并不分你是华裔还是说华人 还是说美国人 就是那个原来的美国人 所以他并不分的那么细 那么你觉得从孔子学院奖学金 这个角度来讲 除了你从他得到了奖学金以外 你有没有 当然对你来说你肯定是很感激他了 对吧 他给了你这个机会到中国来学习 那么你对他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没有 你觉得孔子学院奖学金 对你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除了钱以外 除了钱以外 他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人脉 因为我通过这个奖学金 那我想问的是你说的人脉是说你得了奖学金之后 你必须去教别人这样得到人脉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会去辅导也 因为孔子学院奖学金他们当时有一项要求就是你必须从事汉语教学五年嘛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毕业之后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我自己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我一直都在做汉语兼职的工作 就因为我一直在做所以我接触的人会越来越多 懂了那他要求你毕业之后正式较职较五年 还是说你随便兼职也算了五年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从事汉语工作五年 我觉得好像两个都可以我也不知道 OK所以这个方面也比较多 但也不是从事汉语它是规定是必须这样的 还是说只是一个希望 我觉得吧他只是一个希望 如果他是一个规定的话 他应该要让我们签什么协议的 OK但他没有让你签协议 对 那么最后你来聊聊孔子学院奖学金 现在他现在有多少钱呢 我现在已经我也不太了解了 当然这个网上也能查了 你说一下吧我们直接从你这里知道 他现在一个学期硕士博士拿多少补贴呢 硕士从两年前他的生活费 从一千七变到三千 可是那个博士的孔子学院奖学金他很高 好像当时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当时好像是一年补贴十万还是八万 然后还有包那个回国的来回票 我请问这十万和八万是包括你住宿费和学费 还是说单单生活费 就是那个是给你的那个给你的 可以说给你的那个奖金 然后那个宿舍要自己去租 OK我明白了 就是说他给你 包括就是说学费 那学费包含在里面吗 包了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package 给你一个十万 然后你自己去付学费 自己去租房子 然后自己生活 不好意思 没有付学费 OK 是说他这个十万元给了你 你还得自己去付学费 对吧 十万给了你就是你只付你的房租 和你其他都不付 那生活费呢 生活费就是这十万块钱 OK 所以学费 好吧 就是说学费跟十万没关系 对不对 嗯 对对对 那十万块钱包含了房租和生活费 懂吗 对对 好 那当然 那还有其他的 那对于你来说 现在是中国政府奖 中国政府奖 跟孔子学院应该差不多 这个每个月的补贴 对 现在博士生的话 生活费一个月是三千五五 三千五 这个和中国学生的博士生有区别吗 比他们高一点 他们多少钱 OK 因为他们中国学生可能也会有一些 做可能不同项目的他们拿的工资不一样 因为他们要帮导师做项目 会有一些工资或者带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好 那我觉得孔子学院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改变你人生的一个奖学金 那么他对于中国那么多的其他的外国学生来说 给予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或者是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孔子学院奖学金可以给中国的这个国民 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 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位参访嘉宾 从我们的刘淑同学身上 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 他对于公资讲学金给他带来的一些转变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很希望我们刘同学在中国能够很好的生活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能够继续的教育好别人的汉语 这是你的人生理想 你最后还有什么跟大家说的吗 没有 谢谢老师 我很紧张 不好意思 不要叫我老师了 我已经不在 我现在是主持人了 不是老师 好吗 谢谢我们刘同学 希望你今天采访非常好 非常好 放心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请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谢谢 再见